欢迎回来台视新闻 接下来带你关心民生的议题 油电双掌带起了物价跟着涨 民怨四起 现在成为了内阁官员保卫站 这个位是位子的位 今天部长施言想他赌上了乌纱帽 如果今年消费者物价指数超过2% 他就下台 而马总统更直言物价涨一次之后 未来是不是不涨了 还是要看国际的价格 不过财政部已经决定 包括乳酪 奶油跟奶粉 未来会激动调涨关税来稳定物价